凤凰网粉丝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熊子齐 加入IDOL电话局 想怎么聊就怎么聊 什么风向标 经常脱口而出 什么鸡汤 我都已经流汗了 世界上最好的保鲜 就是不断进步 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 更值得被爱的人 就是尽量的控制 我自己的面部表情 其实都还好 我觉得 只要你喜欢这个人 无论他变成什么样 你都会喜欢 有粉丝觉得你经常上快乐大本营 是要从你远 变成综艺他的节奏吗 也没有 其实每次去快稳 真的非常的开心 因为能在 比较繁忙的一个 拍戏的过程当中 然后能见到很多好朋友 然后一起非常快乐的 度过一整天 所以很喜欢去 你之前有向你粉丝传授一些撩汗的技巧 都是从哪里偷学来的 撩汗技巧 天哪 我有传授过撩汗技巧吗 好像有过吧 真的都剧本里 对我觉得我拍过的那么多戏 对 导致现在我对谈恋爱这个事情 非常的不感兴趣 我觉得一个人过得挺好的 你还没有 每年我都要交四五个女朋友在戏里 如果是交给男粉丝一些撩妹的技巧呢 你会选择哪一招 赶紧去看熊子齐演过的偶像剧 对对对 是通往人生幸福道路上的一块垫脚石 如果面对完全不认识你的人 给你三句话的作为介绍 你会怎么说 你好我是熊子齐 开发 你之前很喜欢自拍 那么你觉得被自拍的时候 必须批别一个位置是什么 现在都非常强大 都已经什么AI智能美颜 根本都不用批 他会记住你是谁 然后去帮你非常科技的修正 听说你现在拼筹比第一部戏300倍 现实真实的 对因为第一部戏没钱 然后现在一部戏100是吗 没有了 我觉得因为工作量比之前多了 所以收入肯定是会比之前好 那100倍这个自己也没算过 我卡里现在就几万块钱 我没有钱 要在地上的偶像包袱 什么时候能够剪一剪 偶像包袱一直背着呢 背得可好了 什么时候掉到过地上 对不对 曾经说想去山里待着不带手机 现在拍戏的地方没信号 感觉怎么样 感觉真的非常的爽 然后可以一整天 然后你觉得手机都不会响 然后你也不想去拍手机 然后每天在那个风景 非常优美的地方 然后有羊群陪伴人 我特别喜欢那种地方 我还去之前有个人说 我说太美了 我说这个地方 他说过了一周你就不会这么说 我说我能在这地方待一年 我说我能在这地方待一年 熊老师如果一觉醒来 跟自己的粉丝灵魂互换 第一件事情会干什么 第一件事情会干什么 第一件事情应该去机场 赌熊子棋吧 对 想从另一个视角 看一看这个人到底什么样 作为东北推广大使 熊老师给我们说两句 东北调的情话听听没 干啥呀 爱你嬷嬷哒 如何看待浣熊少女 催你生孩子 带孩子上亲子类的节目 我也想赶快生个孩子 不要与自己的孩子年龄跨度太大 带着别人的孩子 上亲子类节目 也是挺喜欢的 对 我其实挺喜欢带小孩 熊老师 你的收件名一般会填什么 天哪 好多 都是别的 我的收件名 填的都是别的艺人 男艺人的名字 对 挺对不起大家的 我是不会说出来了 我怕被骂 但也没有了 都是一些天王景的人 哇 大学当班长的熊子棋 做过最得罪人的事情 是什么 最得罪人的事情 我这个人不做什么得罪人的事情 我直接把你干掉了 没有 得罪人就是点名吧 对因为老师总让我点名 我特别不爱点名 然后谁没来什么的 让我帮他喊一下老师总会发现 在成为精致男孩的道路上最大的染路苦是什么 懒惰 我一点都不精致 其实我特别懒 我用的都是什么睡眠面膜 眠洗的面膜 对 对 所以人不能懒 懒惰会使人丑陋 一句话形容对榴莲的厌恶 你有当着你的面吃榴莲 我是 我的 这是批的是吗 我是不可能吃的 我闻的那个味道我都受不了 我男女下咽我感觉 当着我的面吃榴莲 我会 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你吃榴莲我们俩就分手了 被网友评价助孤生 你想说 这个网友挺恶毒啊 怎么能评价一个人助孤生的 对不对 我们走着瞧 我看我们俩谁助孤生 感谢你 我手上的这一块真的非常的好 然后它整个的这一个系列都是 第一个受到瑞士天文台认证的 所以我觉得走时上面就可以 毋庸置疑的非常的精准 然后现在像这个皮质的表带 也非常适合我们秋冬季节来带 再见 见面 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